Kickstarter成立到现在 已经成功募款最多的项目 居然是拍片 小新的纪录片 那么或许因为独立制片 向来就是最难找到投资者的项目 所以大家只好转向Kickstarter 也包括这两个来自台湾的留学生 叫做蔡木铭跟Iris 两年前他们想要在美国 拍摄一部关于设计思考的纪录片 这个听起来非常抽象的idea 其实是源自于史丹佛大学的设计学院 这个新的思维 正在美国的教育界 还有企业界掀起讨论 那么当时蔡木铭跟Iris 想要透过拍片 向全球传达新的概念 只是身上一毛钱都没有 只好到Kickstarter上面去募款 没有想到成功了 如今这个影片呢 受到了很多的影展 还有世界各地企业都邀请播放 我们继续就来看看 这两个年轻人 如何跟网友募资 实现他们梦想的故事 这是全世界第一部讲述设计思考纪录片 Design Thinking 从设计界到企业界都在热烈讨论 如何将创意革新应用 来解决社会上各种层面的问题 75分钟纪录片 访问了美国东岸到西岸 最具影响力的设计师 影片年初完成后 从Google Microsoft Twitter 都抢着在企业内部播放 我们为什么要关注这部影片 或许因为它从拍摄剪接 出版行销 都是这两名来自台湾的青年 Design Thinking is everywhere 台湾的朋友 台湾的朋友 那时候我们去拍的时候 他只会说台语 台北市仁爱录 一个五平大小的独立影像工作室里 28岁导演蔡慕明 跟童年的创意总监Iris 认真地盯着荧幕讨论 我只修过一堂课 然后这是我第一次拍片 那纪录片是真的是到第一次 真的 两年前学电影的蔡慕明 跟学平面的Iris 一块从旧金山艺术大学毕业 因缘际会 他们接触到了 设计思考这个新思维 因此决定 由影像来传播这概念 今天我们认识所谓的设计思考 那他就是说 跟所谓我们一般讲的设计 是没有太 应该说 所谓技术层面的设计 是没有太大的关系 他是一个外行人 可以进入设计的一个方式 所以我们就对这个题材 非常地感兴趣 蔡慕明在台湾设计中心的协助下 成功约访了23位 在美国知名的创意人 包括可口可乐的设计长 史丹佛大学Design School的创办人 但问题是 这两个年轻的留学生 除了满脑点子满腔热情 跟两台Canon相机 身上没有一毛钱 我们那时候是想要拍一部纪录片 那因为拍片是需要资金的 于是他们转向美国的创意人募资平台 Kickstarter 蔡慕明跟Iris在2011年7月5号 将影片post on Kickstarter 然后订出15000美元的募款目标 按照游戏规定 必须在两个月内达到 否则一毛也拿不到 所以15000块是怎么样计算来的一个 怎么定义出来的 就是今天我们一起讨论出来 也没有说 那时候因为 你如果定太低的话 例如说我就是定1000块 人家可能觉得说 你对自己的作品 是不是没有一定的信心 那如果你定太高 又担心的是说 你没有办法在有限的时间内 达到那一个目标的话 你就是完全没有钱的状态 接下来每天的心情 就像看股票一样起起伏伏 其实我们对这个东西 其实没有有点害怕 没有抱太大的希望 对 那时候其实好像可能会不到 第一天放上去是 有一个人就投了15块 15块美金 然后后来 他有留言吗 好像没有耶 对然后15块 然后我记得好像到第三到第四天 就突然有人投了200块 当数字卡住不成长 除了心急 Iris也会注入一些行销活动 果然奇迹发生了 短短两个月 两人从全球335位的网友身上 募到18000美金 比原本设定的目标 还高出3000多美金 成功筹到了拍片的资金 有两个关键就是一个他 Kickstarter就直接feature在他的首页上面 可能觉得说就是整个影片的质感 有到达他想要一个 promote的一个水准 那另外就是说 因为也有可能是他 觉得说这个东西 他有潜力去募到那个资金 蔡木铭说 Kickstarter带给他们的收获 还不止金钱 有一名捐了一块的 好莱坞配乐师 他提出以友情价为影片配乐 虽然所谓的友情价是拍片总资金的一半 但是为了好莱坞水准 蔡木铭心甘情愿 Design and Thinking 如何用设计解决问题 这部影片呈现创新思维应用在各个领域 像脚踏车店 协助客户量身定做梦幻脚踏车的服务 还有电影导演 餐厅厨师 也都用创新在自己的领域展现新气象 这部纪录片已经在美国的设计圈受到瞩目 还有多个影展的肯定 看过的人都会讶异 制作团队居然如此迷你 至于Iris跟蔡木铭 今年三月已经搬回台湾 但继续推广他们的作品 我们拍完这部片之后 进了影展开始放映就有些收入了 所以说其实后期我们电影的发行跟放映 行销部分是由每一场的放映的那个收入 去做行销费用的 失落年代 年轻人要有机会证明自己的创意实在不易 影片中有句话耐人寻味 为什么是因为那些大大大大公司 被孩子在家庭里变成了 以蔡木铭跟Iris的Case来说 用有限的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 他们就是以勇敢尝试 不断实验的车库精神 才能颠覆大家对纪录片的刻板影响 去下一个 我一定会有意义